氣象局在今天下午2點半 發布今年第5號颱風杜蘇淚的 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 杜蘇淚颱風在過去3個小時 它的暴風圈有略微擴大到半徑300公里 颱風的強度還是維持中度颱風的上限 下午2點的時候 它中心距離我們的東南方 大概還有51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會持續的朝西北溪的方向 也就是往旅宋島的北方海面接近 它的暴風圈已經逐漸影響到巴士海峽的東側 我們預估它主要在今天到明天 會逐漸進入巴士海峽 然後27號再沿著台灣的西南部海面 北上28號進入中國的福建 颱風在經過台灣西南部海面的時候 路徑可能不排除 有稍微再往北邊一點點的可能 大家好 氣象局在今天下午2點半 發布今年第5號颱風 杜蘇淚的海上及陸上颱風警報 杜蘇淚颱風在過去3個小時 它的暴風圈有略微擴大到半徑300公里 颱風的強度還是維持中度颱風的上限 下午2點的時候 它中心距離我們的東南方 大概還有51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會持續的朝西北溪的方向 也就是往旅宋島的北方海面接近 它的暴風圈已經逐漸影響到巴士海峽的東側 所以目前海面警戒區的範圍涵蓋了台灣的東南部海面 巴士海峽東沙島海面以及台灣海峽南部 而隨著颱風的暴風圈在明天上午會陸續影響到台灣南端的陸地 因此氣象局也先針對了橫川半島還有屏東地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雖然陸上颱風警報發布了因為是預先發布了 所以其實今天在外圍環流的影響之下 各地的尤其是上半天的天氣可能還沒有感受到颱風的影響 比較普遍性的天氣主要是高溫炎熱的一個狀況 在颱風外圍環流沉降的影響之下 外島的金門地區出現了38度的高溫 那另外大家從圖上也可以看到 其實西半部尤其是內陸或是北部 大台北桃園這一帶的沉降效應滿明顯的 氣溫也都偏高 那另外在花東縱谷這一帶的氣溫也偏高 所以局部地區也出現了36或到37度左右的高溫 預計明天在西半部還沒有下雨之前呢 也可能持續受到這樣沉降效應的影響 明天的高溫都還是要特別留意 那至於在降雨的部分呢 我們從最新的雷達回波圖來看喔 颱風的外圍環流的這些比較強的雨帶 或者是現在已經移動通過了藍雨 所以藍雨有出現一陣比較大的雨勢 另外在東部的海面這邊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回波 正在逐漸進來 所以呢預估呢今天下半天之後 東半部地區陸陸續續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陣雨 另外在南部或者是靠近山區的地方 也會有一些午後陣雨出現 而入夜之後隨著颱風外圍環流跟水氣越來越多 所以東半部的降雨一陣一陣這個雨勢會逐漸的增加 而到了明天白天明天晚上 大家可以看到東半部的降雨會更顯著 並且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好雨 那至於西半部大致上可能在年上半天 還是比較多雲到晴可以見到陽光 那但是下半天過後也可能會有一些雨勢出現 那預計要到明天晚上 26號晚上到27號清晨 南部地區的降雨才會逐漸的增加 那至於在風力的部分 今天有提醒喔 其實今天白天颱風繞流的關係 像金門或是北部沿海 那另外還有颱風外環流影響 東南部恆春半島跟 藍雨綠島都有比較強的陣風 那預計今天晚上到明天 這樣風力比較強的區域還是沒有改變 但是風力的狀況會再更為增加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喔 新竹以北 金門 還有東南部 恆春半島還有藍雨綠島 可能會有9到10級的強陣風 我們要提醒這些在這些區域戶外活動的朋友 也要留意強風的現象 至於在海面的部分 我們先前一直提醒 颱風雖然距離我們海比較遠 但是長浪的現象已經非常的明顯了 除了東半部海面有觀測到長浪 在小琉球也有觀測到長浪的現象 現在比較 高的浪還是在 藍雨跟台東的浮標有 達到4米左右的浪高 那我們預計今天晚上到明清晨喔 這個浪的情況還會再逐漸的增加 甚至在東南部 恆春半島藍雨綠島的沿海 還可能出現6米以上的浪高 所以不管是在海面航行作業船隻 或是一般的民眾 可能從事海上活動要特別注意之外 民眾也盡量不要前往海邊活動 好因此呢 金明的天氣的重點 還是幫大家做一個總結喔 就是 東半部的一陣一陣的雨勢預計下午過會逐漸增加 尤其今晚到明天的雨勢會比較明顯 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 那另外呢 明天西班跟金門要注意的是 中午前後可能還是有高溫的現象 甚至氣溫還有機會 比今天再更高一些 那再來的話就是 沿海會有一些強風還有長浪 海面的風浪隨著颱風逐漸靠近 也會越來越大 海邊活動都要特別注意安全 至於颱風後續的 路徑的動態呢 我們預估呢 他主要在 今天到明天會逐漸進入巴士海峽 好然後 27號在沿著台灣的 西南部海面北上 28號 進入中國的福建 那以這樣的路徑而言 大概通過巴士海峽到 台灣 西南部沿海 2627也就是明後兩天 相對還是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時候 那各地風雨影響的程度 或時間可能會不太一樣 明天主要還是 東半部到恆春半島 那後天南部 風雨也會增加 那在後續的話就是澎湖跟金門 所以各地 尤其是東半部 南部澎湖跟金門 要為這個颱風預先做好相關的防臺準備 那至於中北部因為以這個路徑來講屬於被封測目前看起來 影響程度略為小一些些 不過我們還是後續要持續關注颱風 而路徑是不是還會有一些變化 因為 目前還是有一些資料顯示可能 颱風在經過台灣西南部海面的時候 路徑可能不排除 有稍微再往北邊 往北邊一點點的 這個可能 氣象局會持續的關注 也請大家 持續注意最新的預報資訊 那以上就是 這一節的颱風動態說明 不知道現場的記者朋友 有沒有相關提供 對 目前是橫沉半島跟屏東 那可能 今天接下來就是傍晚到晚間 大概可能台東 有機會 再增加進去 那 高雄 或者是台南可能就要再晚一點 大家從原圖上可以看到 這個多數類颱風它的颱風演技是蠻清晰的 不過它在今天白天這一段 大概 今天上午到目前 它整個颱風環流的 對流強度並沒有在 持續的增強 所以目前還是維持 中度颱風的上限 那如同我們先前提到 它在今天 到 頂多明天上午 就是在接近履頌島這段過程當中 海溫的條件或大氣環境的條件 還是稍稍有力在發展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完全排除 它有可能 變成強烈颱風 或者是維持中度颱風的上限 你是指 這個颱風遠離之後 其實這個颱風的影響主要是26跟27這兩天 28號颱風的中心逐漸 進入中國福建之後 澎湖跟金門的風雨還是比較大 那台灣本島的風雨會稍微的趨緩下來 那後續的話台灣附近大概 29號30號大概是一片南風的環境場 所以南部可能偶爾還是會有一些 局部性的短暗鎮雨 那其他地方可能是回復成午後雷雨的 形態 請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模式好像還是有一些 就是 不太 收斂的狀況 那就是說你剛剛一個 靠近台灣 新南部這一段 距離的一個 近代會到新南部程度 那公民的影響 會有怎樣的差異 這個是今天清晨兩點的 電腦模擬的細節的入境圖 代表是很多電腦模擬的結果 那大家從這個背景灰色的線 每一條代表的是電腦模擬的一個入境 那你可以看到比較密集的 模擬的結果大致上是通過 旅宋的北端然後 往西南 再走到中國福建這樣的 模擬結果是比較多的 但是有少數一些些的模擬顯示 它有可能稍微比較接近 台灣的西南部近海之後 再進入中國的福建 那這個就是我們 明天到後天要持續關注的 就是颱風在 進入巴士海峽西側的時候 因為 北邊有台灣地形 南邊有旅宋島地形 然後颱風本身環流的結構 地形的交互作用 或是到時候導引器的些微變化 會不會讓颱風有 略微往北的這個 趨勢出現 氣象局會持續的關注 那如果它有稍微比較往北的話 對南部的影響 或甚至 部分的中部地區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那如果路徑沒有往北 大概維持我們現在預估的路徑的話 主要影響就是東半部跟南部 還有澎湖跟金門 比較詳細的 雨量預估或者是風力的預估 稍晚我們四點會提供各個縣市的 風跟雨的預估 那我們在五點半的 颱風記者說明會也會在比較詳細的說明 好 現場記者朋友 如果沒有相關提問 那我們下午這一場就到這邊 謝謝 如果大家澎湖 歡迎收看 感谢观看